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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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一串天这样的事儿 很多人 我把这个邮件 把这个邮件转发在我的微博上 很多人跟帖说 这老大爷是不是哪个酒厂 就是贡献 贡献科的之类的 其实我想回应一下这富老师说 我平常不爱喝酒 什么酒我都喝 都喝不多 乐佳还不如我 我平常也不怎么跟他喝酒 原因是 我跟他一喝 喝不了20分钟他就多了 多了就哭了 哭了我就傻了 就没办法 而往下要喝 说这一段的意思是年底 到年底了 单位聚餐也多 这个亲朋好友聚会也多 喝点酒助兴 但是酒多 贪杯 物事 欢迎来嘉老师 黄菡老师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有请她们 24位漂亮的女孩 欢迎你们 请亮灯 我们的奖励政策是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获得22盏 或者22盏以上的亮灯 最后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 都将获得伊利果汁优酸手提供的 夏威夷水果甜蜜之旅 男女嘉宾牵手离开之后 都将获得奥康鞋业提供的 时尚情侣鞋作为爱心纪念 各位做好准备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孟菲老师 黄菡老师 乐嘉老师 你们好 我叫王强 现在28岁 王强 欢迎你 来自哪里 我来自深圳 深圳的是吧 看看24位女生 你最喜欢哪一位 你确定 是的 好 知道为什么这么问你吗 不知道 好 你下去之后我告诉你 好 24位女生 对王强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请选择 谢谢 最完美的事情是 你带着你的心动女生 从这儿离开 去夏威夷 稍微次一点的是 带着任何一个女嘉宾都可以 从这儿离开 去夏威夷 再差一点 你一个人从这儿走回家 21号 那个男嘉宾你好 因为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不是说针对你 因为以往来说 就是我对那种戴眼镜的书生 以前还是比较喜欢 可能现在的走偶观的话 就是这种类型男孩子 我是不会选择的 谢谢你 11号刚才举手的 男嘉宾你好 不是 孟菲老师是这样的 你觉得他像不像之前 来那个画漫画的那个男生 好像哦 好像 我看不出来像 像吗 你今天这个造型有点意思 像人员泰山的妹妹 什么 看看她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王强 我别看我年纪小 我已经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了 我现在的工作 是在北京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的一个实验室 从事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工作 这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想 在我小的时候 我的外婆就是因为胃癌 而失去了她的生命 所以我历次要研发出来 一种抗肿瘤的药物 拯救更多的癌症病人 使更多的家庭得到幸福 因为工作的原因 虽然我身边不乏异性环绕 但是呢 我至今能接待医生 中期原因 是因为我身边的异性 是我养了一大堆小白鼠 小白鼠是我饰养的一种实验动物 我整日与它们为伴 我跟它们的关系非常的好 每天呢 它们听到我喂食的那个脚步声 它们就会聚集在笼子的前端 等待我的到来 我从来不担心小白鼠 会把病菌传染给我 反而我会担心 我会把我病菌传染给它们 所以每次见它们的时候 我都要严格地消毒自己 做这一行有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在家里边有老鼠的话 你们就不用担心 就交给我处理就可以了 这个职业以前也没有碰到过 就是电视上都看到过这种情况 你是用小白鼠来做你的实验研究对吗 对的 我记得爱动物的美国人 它们就说不应该用这些小白鼠 或者小白兔去做那些为人类 好像貌似是为人类健康 谋取幸福的这样的一些实验 那你觉得它们的这样做法是对的吗 我觉得这个争论一直都在 就是说有这个实验动物保护协会 然后说实验动物需要保护 不应该因为人类的幸福 而牺牲它们的生命 因为众生都是平等的 但是我就觉得看个人吧 小小鼠的它的价值 小白鼠它生存的价值 可以让我们人类生活得更好 我觉得它们生存是有价值的 我们在网上也可以看到 有些人是残杀小动物 是因为现在你家里没人得癌症 你站着说话腰是不会疼的 这个事情我简单说两句 这是挺严肃的这个话题 全世界已经有很多国家通过了立法 叫《动物福利法》 包括在一些家禽家畜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动物它所享受的那个空间 都是有规定的 包括在宰杀那些动物的时候 都必须要有安全的人道的方式 目前咱们国家这个法律 正在酝酿当中并没有获得通过 但是在酝酿这个法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的争议 但是他刚才的那个工作 医用的或者说用于航天科学 和医用科学的很多动物的实验 是有国家有严格的限制的 它和一般意义上 我们在网络看到的虐待动物 是有本质区别的 好吗 我觉得孟非老师讲的 比乐嘉老师讲的有深度多了 对 我觉得 所以他做主持人 我坐在这里 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想知道 你第一次对这种小动物做实验 下手的时候是多大 我求求你们 你们问我 感觉像在省问一个柜子手 他不是的 他是一个硬度的 我想知道你的一个那个 就是说反正是就一种反应吧 当时是帮师兄做实验 直接猝死 然后记得很清楚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 然后完了我一个晚上没吃饭 好 谢谢 看下一条短片 曾经我跟一个江苏的女孩 相恋了两年 近两年里面 我们总共才见过四次面 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很好笑 但是我现在给不了她 一辈子的承诺 所以她选择了一个 比我更适合她的男人 我的理想女生呢 我觉得她第一点首先要孝顺 因为我是一个单身家庭 我的母亲还是有苦 把我和我弟弟从小带大 我希望她能够孝顺我的母亲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我觉得男人的话 就是应该在外面 要撑起这个家 所以在我的朋友面前 你可以给我留一点点薄面 回到家的话 你罚我贵CPU顶顶脸都无所谓的 第三点的话 我就希望她是一个 阳光 开朗 热心的女孩 因为我很喜欢讲笑话 虽然我讲笑话 有时候会不太好笑 冷场 这个时候你可以 适当地笑两声 给我冲冲场面 那么非常感谢你的 有一件事 我跟她特别有同感 就是经常讲些笑话 谁都不笑 稍微配合笑一下 会怎么样的对不对 你讲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 给我们听听 一个瘦子跟一个胖子走在一块 胖子被落下来的高压电电线 给电死了 瘦子没碰到胖子 也没碰到电线 他也死了 请问问为什么呢 怎么弄的 压死了 吓死了 吓死了 不对不对不对 来 答案 正确答案 就是胖子的油太多 脂肪太多 受着给炸死了 乐佳你用这个表情告诉我们 不好笑是吧 不是 我没听懂 22号 男嘉宾 男嘉宾 我给你讲个冷笑话 就一句 听好了 大爷给牛笑一个 笑了 笑了 好 你成功了 谢谢 7号 其实刚才那个有后半句 他说那个大爷给妞儿笑一个 你不笑是吧 那妞儿给你笑一个 就这 应该是这样的完整 这个好 这个好 他也笑了 他也笑了 来 来看下一个短片吧 小强他是个蛮有爱心的人 尤其特别喜欢小孩子 因为前一段时间 他去我家看我两个月大的女儿 他就跪在地上 一压地跟他讲了很久的话 然后小强还蛮懂早教的 他推荐我们一本 卡尔·威特的早教书 结果现在我们院子里 很多爸妈妈人手一策 所以我觉得小强 他将来会是一个很称职的父亲 可以担负起教育小孩子的责任 小强其实是个生活很节俭的人 比如我们每天中午 一起去吃饭的话到池堂 他会把所有的饭材 吃得非常干净 给我们所有人压力都非常大 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奢侈 然后比如他出门做菜 他会选择交通费最少的那种方式 但是这并不说明他很吝啬 因为像他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 就会请我们几个一起出去吃一顿 所以他对家人和朋友 还是蛮大方的 就是对自己比较狠 我们中午在深夜里休息 小强终于休息很个性的 我们一般休息就趴在桌上 咪一会儿就行了 而小强是熬那个头 一般是嘴张特大 我有时候看到睡觉特想 我和他嘴里放一条虫子 有个惊讶地发现 18号 何天美灯流到现在 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况 给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不工作的时候 你喜欢做什么 我还以为他会问 怎么按那个灯的开关呢 不不不 你紧张过度了 他会回答他的问题 不工作的时候 我喜欢打篮球 看电影 然后听歌 什么样的音乐 R&B吧 你会讲英文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何天美来自美国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时间不长 有很多人选过他做心动女生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为一个男嘉宾把灯留到最后 你走 桃花运了 表明他愿意跟你走 只要你愿意 上去牵着他 他可以从这里离开 如果不愿意 你独自离开 你的决定是 谢谢 恭喜你们 男女嘉宾获得了 欧康协业特别提供的 时尚情侣鞋 作为爱心纪念 这些哥们激动得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了 很真诚的 看起来很有耐心 非常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 可以有一段异国的恋情 我从来没想过 最后给我留灯的是 一位外国的女孩 但是我会遇到一个 这样能知我 懂我心的人 感到非常的高兴 我想去夏威夷跟他 会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们一定会获得幸福的 这小伙子多大 多多大 28 所以我觉得吧 刚才我就问 我上一期节目还问 因为我们记得很清楚 何天梅 何天梅他要求的男嘉宾 是22岁到25岁 为这个 因为我觉得他的年龄段 选择太窄了 我不止一次地建议他 我说能不能稍微放得开一点 结果这就应验了 我无数次说过这话 只要喜欢 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则 他获得了毅力国政优算数 提供的夏威夷甜蜜之旅 再次祝福他们 虽然他没有最后选 心动女生没有跟他走 但是这个对他来说 意外抱得美人归 我想对他来说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意外抱得美人归 对对对 美国的美人归 好 祝福他们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白云星 白云星 今年30岁 白云星 欢迎你 来自哪里 哈尔滨 好 有点圆 看看24个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你确定 前面下去哪有人选的也是他 这事我们待会儿说 24个女生对白云星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4号 4号面的回音 男嘉宾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他太瘦了 我比较喜欢长得稍微壮一点的 好 来看他几个资料 大家好 我叫白云星 是哈尔滨人 现在来上海已经7年了 现在也有自己的公司 我觉得事业就像通往山顶的一条路 而生活就像路边的风景 有的人可能就是贪图去走路 把所有的事情时间都放在事业上 而我呢 侧重于把时间都放在生活上 所以我的时间分配上 比如说一天我会有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工作 如果一周的话呢 我会尽量是两天到三天工作 如果一个月的话呢 我大概有两周的时间在工作 我业余的时间呢 或者是主要的时间 我特别喜欢出去旅游 吃遍各地的小吃 其实我走的地方虽然很多 但是留下的纪念拍的照片 却寥寥无几 因为一个人走嘛 所以我想找一个一起拍照片 或者可以跟我一起玩志同道合的 然后留下美好的记忆和回忆 走过一个精彩的人生 我怎么就做不到呢 你教我一下 比如说我想一个月的《非诚勿扰》 我只干其中一半剩下爱谁干谁干 这事我就跟台长说合适嘛 你现在有成就的话 你的沉淀成本太多 你放不下 像我原来就是什么没有 我放得下 有人放不下 还有点小纠结 就是然后又怕人干得比我好 然后人家说 你就去玩吧 别回来了 他干得比你好 这样子 没什么事 1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到你的脸上 这两个拳的很大个 你是不是很凶的 拳骨比较高 看上去比较凶是吧 是啊 是妈妈说的啊 她说男生的脸 这个效果全很凸的话 就很凶的 你喜欢那种 还是不喜欢那种 不喜欢 我喜欢的都是文艺的男生 文艺的 要文艺 你要文艺去年 你要再不把你的路弄宽泛点 你以后只能找文艺中年了 知道吗 没有 8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东北男人 跟韩国男的性格差不多 比较保守 你的性格怎么样 谁跟你说东北人就保守 差不多的 跟韩国男生那个性格差不多的 谁跟你说保守 谁告诉你韩国男人就保守 他说的保守的意思是 天日这样韩国啊 或者是东北啊 那朝鲜族的男性 是的 是的 对 他们会觉得 就是在两性的那个角色上面 就觉得好像女人 应该是在家里面 男人应该在外面 男人抢女人弱 是这个保守 是这样的 我解释一下 是说东北男人都身材魁梧的 其实那是一个传说 也有可能是冬天天冷穿得多 另外呢 说东北男人都有大男的主义吧 我有一个官方的解释 是什么意思呢 东北男人的大男的主义 只有一点 那就是女人 我的女人所需要的一切 都应该由我来提供 那是我们东北男人的责任和义务 是你说我 你不要 不许你说我没给 你懂得吗 但是东北女人 要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就是你要是放烟花 我给你买烟花 我不能 比如说给你 再举办一个那个北京奥运会 你明白这意思吗 好 好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你经营的公司 主要是做什么的 新能源 我跟你成为男女朋友以后 我要经营的公司 你会给我安排一个什么职位 我是学市场营销的 如果你事业性很强的话 可以都给你 我就什么也不干了 这有点像东北男人说 如果是非常小女人的话 那就你什么也不能干 我来干 但是他说我事业心不强 我就想天天跟你 粘在一起工作 这也挺好 当老板秘书 你不担心这样的关系 会破坏你和你的同事的关系 引发起来公司管理上的 若干麻烦吗 公司我说了算 没关系 下一条感觉 我的绿小女生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一定要有女人味 但是这个女人味呢 很难界定 我认为是一种感觉 我最不能接受的样的 就是忠敬的女人 和搞不清重的女人 小白其实是一个 同性比较重的一个男孩 我觉得适合她的女人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能够 完全跟随着她的脚步 第二种就是能够 撤撤撤撤撤管住她的人 我很欣赏有事业心的女性 如果她有事业心 但是没有事业 我这一块还是比较成熟的 你可以来照顾这样 我就彻底解脱了 但是如果你又有事业心 又有自己的事业了 那你可能一个月呢 有三四天的休息时间 而我一个月呢 可能有三四周的休息时间 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 我请台上的三位老师 帮我出下主意 这个主意我帮你出不了 我估计他们俩也帮你出不了 我们三个有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时间特别深 最少的就是乐老师 乐师傅经常三点多钟 还在写东西 四点钟就起床了 男嘉宾的这个问题 其实你是多虑了 就是如果你真的找到 你说的那个女人味 那就不说了 就是搞得清状况是吧 如果是一个搞得清状况的女人 她一定呢 就会有一些人生的追求 包括事业的追求 是有事业心的 如果她搞得清状况 她就不仅懂事业 而且她懂生活 像你一样能安排得很好 所以如果她搞得清状况 她肯定就能知道 怎么样在赢得你这么一个 优秀男人的同时 还获得一个幸福的生活 所以你不用把所有的责任 都自己扛 你只要找到这样一个 搞得清状况的女人 我觉得就很好 一切都会很好 如果黄老师是在24位女嘉宾上面一个 我会选 黄老师选择 黄老师选择 好 谢谢 谢谢 你说的很好 想选黄老师 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说 黄老师的老公不发话 我还要发话 对 对 三条短片看完了没有 还有吗 没有了是吧 还有一条 那就再看那一条吧 我以后呢 希望做一个定课 为什么呢 因为生孩子以后呢 教育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以我的性格呢 可能喜欢到处到处都走 也没有时间来 花在孩子的教育上 如果给父母教育呢 我也不放心 如果是自己呢 花很长时间来放在孩子身上呢 我也不太担心 我在网上看到11号的资料呢 他就是考虑可以不生孩子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两个孩子比较相符 然后呢 特地去了广州 住了半个多月 了解一下那里的风陆人情 和生活习惯 我许那里真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 那里对吃特别讲究 而且说话都很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广东生活是蛮好的 11号也是蛮好的 你觉得11号 徐秀琴 你觉得心动女生她选的是你吗 不知道 她为你已经到广东那边去实地考察 并生活了一段 那可能是她觉得我 我无厘头 那 我觉得你就是一朵奇葩 你知道吧 来 什么意思 事上少有非常珍贵 好 这样 现在场上还有一盏灯 19号再留着 最后一个问题 朴飞老师 我刚才主要是一直想纠正 11号对她那个颧骨高 是暴脾气的那个言论 其实这个颧骨高的人吧 从面向学来说 只是相对地比较固执 然后对自己想要要什么 她特别明白 然后其实男嘉宾的鼻子和下巴 长得都非常好 很兜才的 然后你 最后一个问题 朴飞老师 我刚才主要是一直想纠正 11号对她那个颧骨高 是暴脾气的那个言论 其实这个颧骨高的人吧 从面向学来说 只是相对地比较固执 然后对自己想要要什么 她特别明白 然后其实男嘉宾的鼻子和下巴 长得都非常好 很兜才的 然后你看她鼻子长得和 刘德华差不多 其实我刚才一直想留灯的 可是不知道VCR里面 为什么会出现11号 11号最后有花吗 刚刚男嘉宾说什么 说我什么奇葩是什么意思啊 再解释一下奇葩的意思 奇葩是一种很少见的花 非常的漂亮和美丽 是琵琶不是琵琶 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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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遗憾 再见 我这次来《非诚勿扰》呢 就是专门为11号许秋琴来的 但是她为什么灭灯 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在节目上没有和11号女嘉宾 牵手成功 我感觉到有点遗憾 希望以后也能跟她联系上 然后再进一步了解 和成为朋友吧 许秋琴 你可能不太了解 她不仅为了你 到广州去生活了半个月 刚才在录节目之前 我在楼上化妆间 我看到 我听到在隔壁的房间里面 她和一号男嘉宾 因为一号男嘉宾也是选你的 跟一号男嘉宾大打出手 说你滚蛋 我要要这个女人 两个人开始在里面打 然后他们俩其中刚才那2号 强烈谴责1号 说你不要选11号 让我选吧 11号肯定不会跟你走 你这个残害小白鼠的刽子手 最后两人掐了半天 最后都离开了 说点我们化妆间背后 幕后的一些小花絮 也挺有意思的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关于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可以拿起手机编辑8193 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直接登录 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但是我们最希望的 还是你们能够通过 各种报名方式 来到节目现场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在全国的观众面前 展示你们的风采 接下来我要说一段 马上将要出来的这位男嘉宾 有点特殊 她不是在24个女孩当中 我们想要选一个人 她是直奔某一位女生而来 并且想要挽回一段感情 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你说爱情就如生活在梦里 在我27年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女孩子陪我度过了 最最美好的舞连 她做了很多其他女生 做不了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没有保佑好了 我把她给弄丢了 我还记得那个晚上 我上晚晚自习回到宿舍 已经很累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一直喜欢的女生 会给我打电话 她说因为她想知道 她喜欢的人 喜不喜欢她 后来我们在一起 是那么甜蜜 则为所有的人都羡慕我们 毕业了 我没有房子 没有车子 没有足够丰厚的收入 可以满足她 那么多愿望 但是她还依然坚持 一直跟我在一起 还叫我回家掏户口本 跟她去登记注册 那个时候我在想 我怎么这么幸运 在一无所有的时候 会有这样一个女孩子 想跟我释手终身 后来我们想尽办法 买了一套小房子 本来她在家里 贴满了我们的照片 但是当她选择离开的时候 她把照片一张一张撕下来 我感觉我的心也被撕碎了 当初和她牵手的时候 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会第二次去民政局 那是2010年9月9号 我原来一天没有活过 因为那是我一生中 最难过的一天 当时所有的人 都觉得我很奇怪 这两个人干嘛老哭啊 当我离婚手续 我们走出来 你抱着我说 我们去附近广场坐坐吧 于是我们牵着手走过去 刚坐下来 老天就哭了 就这样 我们散了 离婚以后 我一直以为 她的这个决定 是一死冲动 她一定会回来的 只有她告诉我 她是认真的 我被陷入无尽的痛苦 开始翻看她以前 写过我的邮件 我们的聊天记录 我才发现 她是那么爱我 那么以心理意 我却总是去猜忌她 知道她增加《非诚勿扰》以后 我非常慌乱 不知所措 今天我来到这里 因为我知道 什么东西对我最重要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 幸福的理由 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陈嘉欣 谢谢大家 莫菲老师好 欢迎你 莫菲老师好 黄安老师好 20位女嘉宾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陈嘉欣 27岁 来自重庆 好 虽然我已经 很多现场的观众 也已经看到 放这个片子的时候 场上女生们的一些反应 但是还是要你告诉我们 你的前妻叫 6号 戴金燕 刚才放这短片的时候 我一直在看 看她的反应 周边像陈子薇 王海伦 你们也已经看到了 是吧 很多观众都挺动容的 现在有什么话 当着她的面告诉她 我想说 其实从大学到现在来说 我们本来很快乐 很甜蜜的 但是因为我这个人 比较小气 比较容易怀疑 然后造成很多误会 让她受了很多委屈 然后我今天在这里 真的想告诉她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 好 谢谢 下面我要问戴金燕的是两件事情 第一 你用最简短的话告诉我们 你决定离开 结束这段婚姻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说我是今天才认识你的话 我真的会很感动 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你走 但是我们在一起五年多了 你是我唯一的男朋友 我只接触过你这么一个男人 我太了解你了 五年了 这样的就是 不管是惊喜也好 还是浪漫也好 你给过我很多很多 所以今天这个场面 其实我并不意外 这是我们在结婚以前 就发生过千百次的那种情况 就是我们分手以后 你就会想出一些能打动我的方法 每次都不同 然后让我回头 我每次都因为这样的感动而回头了 我现在非常清楚 即使我今天跟你走 不知道是一个月以后 还是半年以后 还是一年以后 我们又会回到从前 所以我今天的决定是 我不会再回头 永远不会 可以说一下吗 我觉得可能我跟戴金燕认识的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在读书嘛 比较小 那时候肯定很不成熟 我觉得一个男孩 成为一个男人 他肯定要经历一些事情 然后我觉得经历了这一次之后 不要说经历了这一次以后 这句话你说过不下20次 正式离婚以前 我们已经有过一次 就是正式地谈离婚 那次你就跟我说 你以前从来没有正式地 这么正式地跟我谈过离婚 所以我这次明白了 后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最后又离婚了 然后你又告诉我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过 我们这次真的离婚了 我真的已经认识到了什么什么 我一定会怎么怎么样 好 后来 等一等 刚才你们俩的对话 我想这样的对话 你们中间也出现过很多次 既然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还有那么多现场的观众 还有那么多女嘉宾 这样吧 我们留一点点时间来看看 大家对这个事的看法 有过一段离婚经历的 还有20号彭彦 你有建议给他们吗 或者给带经验 有的时候分开了就分开了 永远回不去了 你唯一能看的就是你的未来 如果她的幸福不是你给的 她的幸福与你无关 19号 我觉得女嘉宾对自己想要什么 和不要什么很清楚 所以就是我总说的那句话 让过去过去 让未来到来 兄弟 我问你几个问题 我问你一个吧 如果你今天一个人离开这个舞台 你会不会很恨她是一个非常绝情和狠心的女人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拒绝了你如此巨大的勇气和激情 会不会 会 我想如果是以前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说实话 但是我之所以现在站在这个舞台 因为我知道真的是我错了 如果你刚才告诉我你会恨的话 我会送给你一句话 不恨当然最好 就是时间会让这种仇恨慢慢会淡去 讲一个很简单的我自己的故事 你做的事情是我年轻的时候常做的 当然我没有到你 就是虽然没有到婚姻的这个境地 但是翻来覆去的来回的折腾和挽回 我客观的评估应该是 应该是有做过的 所以他刚才前面讲的话我想讲 当下你可能会非常仇恨 不过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 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 很有可能爱的不止一个人 这个话说出来一定会有很多人很不舒服 不过生活本身会让我们慢慢明白这个道理 另外的一个 这个单凭情感 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相处 还是很困难的 两个人走在一起的话 绝非只有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相处很重要 谢谢 谢谢 在我们最后一次 问戴金燕决定的时候 我们之前他有准备两件礼物 我们给他一个机会 把他最后准备的东西 呈现一下 这个里面有一对炒戒指 刚才我们短片里面看到的 这个有五年的时间 是我们热恋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在我们最熟悉的草地上 为我们编造的 因为我一直 我一直欠你一对戒指 然后我去挑了一对 这对很特别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上面刻的英文 左边是我的承诺 右边是直到永远 他正是我今天来到这里 想要让你明白的一件事情 这一句话必须两个戒指 拼在一块儿才完整是吧 对 我还准备了一个MV 是我自己做的 可以放吗 好 我们一块儿来看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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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我姓名 就算多一秒 停留在你怀里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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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放逐天际 只要你真心 只要你真心 那爱与我唯一 什么都愿意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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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放逐天际 只要你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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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爱与我回应 那爱与我回应 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 为你 我愿意 我愿意为你 带荆燕 现在她已经呈现了 她所有想要表达的东西 她的礼物 她的MV 你都看过了 最后我们要征求你的意见 如果你愿意 接受挽回这段感情 请你走到台口 等她牵你离开 如果不愿意 灭掉你台前的灯 她独自离开 灭不了 那就跟我走吧 07年的时候 我也收到一个MV 那个时候我已经 我们已经分开了 我也是因为一个MV 所以感动得要死 然后我就跟你回头 我每一次下了多大的决心 才回头 好 我当了这么多人的面 站在这里 如果 你真的觉得跟以前一样吗 什么都不用说了 永远不坏 好 戴荆燕的态度已经非常坚定 非常明确了 你知道今天那我跟昨天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不想知道 如果你真的变了 我不想知道 我比昨天还爱你 爱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真的变好了 我愿意成全你和你的下一个女人 我不适合你 您也不适合我 好 张老师 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我想可能需要换点时间 给大家一点空间 好吗 再见 师傅里 我告诉你两件事情可能会对你有用 第一 如果你想和戴荆燕在一起 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必须同时具备 这两个条件 你听清楚 这两个条件当中 只要有一个条件无法满足 你不可能和她在一起 第一 她真的未来以后 和她另外的其他男人 无法取得幸福 第二 在若干年 若干年 若干年 经过长久的时间 证明她最终真的发现 你和现在不一样 因为时间实在太短 她不可能相信你 除非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 而那个时候 你对她的爱仍旧在 而你的整个人 有很大的变化 你们才有可能在一起 是好 如果你真的爱她 如果我们每个人 真的非常爱一个人 爱得最高级的形态 就是我们必须去祝福 我们所爱的人 无论和谁在一起 她一定要取得幸福 就像自己过的不必太压抑 希望你在这里找到一个 可以珍惜让你快乐的人 不好意思啊 你也显得那么痛述 再见 可必要在一起 再见 让我爱上你 感觉你的呼吸 是那么清晰 可必要在一起 可能 我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 她感受不到我的改变 希望时间长了以后 她能够体会到吧 但是我相信 我真的是那个 真正正正 能够带给她快乐的人 我知道其实她这段时间 过得并不是很好 因为我看过她 真正快乐的样子 跟她的这段感情 太深刻了 今天她会做这个决定 其实我有准备 真的 因为 毕竟 我出了些人 希望她快乐 真的快乐 我想我现在 没有办法放手 除非 她真的 跟另外一个人 长长久久 一直开心的 过下去吧 没有关系 还有那么几十年了 我相信她会幸福 我也相信我会幸福 至于我们的幸福 会不会有联系 就知道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刚刚离场的男嘉宾 是在我们成都报名点 来过好多次 和我们面试的编导见面 说了她跟戴晶燕的这段故事 说得非常地 让我们的编导感动 多次要求一下 才给了她这个机会 来到《非诚勿扰》这个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 曾经发生过破镜重圆的故事 但是今天刚才我们看到的结果 告诉我们 并非所有的破镜 都一定能重圆的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欢迎这位来自百合网的朋友 24位女嘉宾 三位老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刘志宇 25岁 来自广州 刘志宇 欢迎你 25岁 新上场的18号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王阳 在北京一家公司 做策划文案工作 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 是命中注定的 希望我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找到命中注定 属于我的那个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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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我觉得男嘉宾出来 人高马壮的 我觉得看得特别舒服 我想问一下 你后面那个蓝色的东西 等一会儿说 我们一点点来嘛 你到时候你看他带着东西 在时候一定会说到的 好吧 那好吧 那就是蛮好的 好好 来看他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我刘志宇 队友们都亲切地叫我志宇 我现在在广州的一家 足球军部工作 我从事的工作是 技术专员和队伍管理 技术专员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要从比赛的 录像带中分析对手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因为喜欢足球 12岁的时候 我就离开老家内蒙古 先后到大连 深圳 沈阳 从事过半专业和专业的训练 21岁的时候 因为伤病 被迫离开了 我特别喜欢的绿营场 到北京体大学进行学习 在08年 我拿到了 亚洲联A级教练证书 迄今为止 我是亚洲联最年轻的 A级教练员 近期的目标就是 能够尽快地拿到 职业级的教练证书 由于今天球队表现不俗 我们冲烧成功 明年也许你会在 冲烧赛场边 见到我的心理 这个职业也是非常特别的 足球队的这个叫什么 技术 技术专员 技术专员 我想问一下19号彤彤 好像我记得你的前夫之前 他也是一个职业的足球运动员 对吧 你对这个专业做足球的兄弟 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 我想知道你是因为什么样的伤病 然后退役下来的 原因很多 伤病主要是 其实是伤痛很多对不对 对 其实我在这儿想说 其实大家都觉得踢足球的 那在中国踢的又不一定好 然后我们对他们有特别 特别多的意见吧 就觉得他们 你们拿好多钱 踢场球怎么怎么样的 其实他们背后的伤痛 真的很多 因为不知道会摔到哪里 而且你真的是比较幸运 你退役之后 有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真的是很祝福你 因为大多在我接触 他们那个圈里面踢球的 退役之后都很艰辛 因为毕竟嘛 我们在读书 在学知识 在接触社会的时候 你们只是一个球 在踢球在训练 很酷的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作为一个足球的业内人士 我想你也应该知道 现在在社会上 然后在舆论界吧 对于足球运动员 他的私生活 可能口碑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在你的身边 是否有这些现象 然后你对这个 持一个什么态度呢 这个肯定会有 但是毕竟是少数 可能是有些炒作吧 有些媒体 想故意曝光这些事情 可能是子虚无有的 谢谢 我想 关于这个事 我想提醒一下 不要把大家 对中国足球的不满 都弄到这个小伙子 对对对对 像开他的批斗会一样 他承载了太多人 对对对 他只代表他自己 他不代表球队 也不代表 更不代表中国足球 不过你刚才有一句话 我倒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有些事吧 都是媒体报道炒作 那些不良现象 我觉得中国足球 就跟中国所有的行业一样 大方向都是好的 不好的总是个别人 少数现象 但不等于媒体报道了某些行业 某些领域的不好的事 就意味着是媒体炒作 你同意吗 是某些媒体吧 某些媒体 就是某些媒体也是 大多数媒体都是好的 那个个别媒体 对吧 就像大多数球员都是好的 个别球员不是东西 对对 个别媒体 那就好的女孩 你同意这个就好 许秀琴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您手上那个蓝色的是什么东西 好 现在可以剪了 现在可以剪了 这孩子憋不住了 这孩子憋不住了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 球队一件比赛服 全队签名的 我想送给咱们节目组 好 很多人都上来 直接送哪个女孩 这是送给我们 《非诚勿扰》栏目的 这里边最大牌子 你说两个给我们听 郑志 郑志 郑志知道吧 来 聚物 谢谢老师 乐师傅收一下 你好惨 知道了吗 11号 那为什么你就拿一件呢 那你为什么不送两件 孟非老师一件 乐阶老师一件 多好啊 你如果跟他走 他再弄一件 签上名给你 你愿意吗 那我要看一下他 适不适合我啊 好 我挺喜欢这个小男 也不算小 这个男孩 大男孩 谢谢老家老师 你不用谢他 他喜欢好多男嘉宾 下一条短片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志宇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他就坐我楼上 我们志宇 首先人非常老实 然后对人非常好 非常真心 他假龄五年中 没有一次为我张 我觉得这非常 非常靠谱的一个人 他到广州没多久 但是他对广州的吃饭啊 喝咖啡的好地方 他都知道 如果谁找到我们志宇 下半辈子应该算 算是有着落了吧 志宇在我们球队里 这个工作人员 广州夏天很热 他提早 因为每天都要提前半个小时 剩下45分钟就要来了 好像比我们踢场球都很 还是累 我觉得志宇这个人挺神秘的 女孩这方面 从来没见过他跟女孩说搭讪啊 或者什么又多联系这个 这个从来没有过 宝马常有 而好男人不常有 希望各位女嘉宾 能把握住眼睛这个好男人 投队的光棍还是比较多的 如果是有好的表现的话 也会增加我们的信心 说不定可能我们也会 组织一个参加来的 应该这么说 这哥们给我们带来的这条短片 是迄今为止 所有朋友采访当中 最星光灿烂的一条 在刚才的片子里面 有那么多国字号的球员 是 他这片子 就让我觉得是那种 市面上卖那酥啊 封底上都会印一牌推荐 全是那名人推荐 起码这哥们人缘挺好的嘛 对吧 最后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最后那个 对 倒林 他想来吗 我们欢迎 他们特乐意帮你说 是因为你人好 还是因为《非诚勿扰》 节目好 我们平时都是 关系都非常不错 都是很好的哥们 就是《非诚勿扰》这个节目不怎么样 你 黄老师给的这个问题 必须其一 运动员说话没那么周全 所以你给他的问题问的 就让人心心胆战的知道吗 黄老师 刚才有一个问题 高林有女朋友吗 你回去问问 没有 我们欢迎她来 好好好 回去问 别耽误联赛 别耽误国家队比赛就OK 好吧 没问题 转达我们这个盛情的邀请 9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刚才短片里 那个第一个结婚了吗 孙强是吧 对 孙强 你看上孙强了是吧 跟他介绍一下孙强的情况 那个 他还没结婚 我只想说我挺喜欢 那一类型的男人 你说你回去啊 不管什么情况 你把我对浩玲的邀请 转达一下 对9号女嘉宾徐丽娜 喜欢孙强这事也带回去 一定带到 一定带到 我估计他们下次再开准备会 那个球队里边 大家没心思再踢球了 那教练得发怒了 你们这帮人 就是你把这个带坏了 他们都在想女人的事 是吧 好 好 很好 他一定会转达的 好吗 好 谢谢 7号 7号 男嘉宾 就是我特别感兴趣 你在那个短片一开始 那个朋友说 你下零五年从来没有违章 那如果你女朋友像我一样 无束此为章怎么办 那我只能努力工作了 你会劝劝 多挣钱 给你交罚款 努力工作 多挣钱 交罚款 这回答我真满意 好 下一条短片 在大学期间 有一次有两段感情 有一次 我正跟几个哥们在宿舍 看到她从外面回来 我说这姑娘挺漂亮 我要追她 我从她们的班长那 弄来了她的电话 就这么一来二网 我跟她们发展成了男女朋友 她个性非常强 我个性非常强 有什么事情的话 她根本不会听我的 我根本不会听她的 感觉好不容易开始 所以决定和平分手 以后我不会再紧紧的 以貌取人了 而且更多的 会关注她的性格 我希望我的另一个人 是在家呢 会不会黏着我 在外能独立自主一点 我这人是小事情 不会去计较 但是大事呢 我会有自己的原则和主见 唯一有件事情 是不可以去商量的 就是看球赛的时候 千万不要跟我抢件事 因为这是我的职业 2号有问题 没有 我是想谴责一下孟非老师 为什么我一开始想看 她的蓝色T恤 你不让我看 然后许秀卿 一想看你就让她看 你太偏心了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你说我和她想比 还是她什么 你说什么 说她有智慧还是有 有深度 孟非老师比乐嘉老师有深度 对 我就是给孟非老师一个建议 就是台上24个女嘉宾 都是平等的 对对对 你不许偏心以后好不好 是 是 是 你批评得很对 你觉得是深度重要 还是偏心重要 我觉得两个都重要 哪里有那么好的男人 啥好事都在你轮上 不可能 我觉得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一定有这样的男人 你相信吗 我相信 一定有 12号 最后一个女嘉宾 我想跟男嘉宾讲 我那个上台的时候 自我介绍的时候说 我想找一个 如果你有主见的话 一定要比我更有主见 他比你有主见的多 你没有看到第三段上 他怎么说的吗 他说他跟前面的女孩相处 就是因为性格比较强 女孩不听她的话 所以分手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个 比你强的 就站在你的面前 那你平时不踢球的时候 不工作的时候都干嘛呀 除了运动项目之外呢 然后唱歌啊 然后偶尔会去泡泡巴 还有开着车出去旅游 什么都愿意去尝试 还有一条 看《非诚勿扰》 对吧 这个是必须看的 对吧 我刚才补充钱了 问题问完了吗 男嘉宾是在广州是吧 是 现在在广州 我在上海的话 你觉得这种异地恋 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完全可以 因为 你想想这多浪漫 他们球队要在全国 踢比赛的知道吗 你想他以后 有一个他爱的女人在上海 他跑到上海踢球的时候 多玩命啊 我们的工作呢 我们的工作是一年一签 签合同的 然后今年也许在这儿 明年也许就去上海了 签上海 好 OK了 12号女嘉宾到现在留着灯 表明她愿意跟你走 你的态度是 如果愿意上去签着她离开 如果不愿意 表示感谢自己离开 我愿意 恭喜你 我以为你来向我讨衣服 哎呀 上次那个人 那么小公币 这是给蓝牧子的 你期待给我逃走了 好好好 恭喜你啊 男女嘉宾获得了奥康鞋业 特别提供的时尚情侣鞋 作为爱情纪念 哥们们 我成功了 我要去下围仪了 刚才我在台上也说了 我们这个工作流动性很大 也许明年会欠上海 有时间如果球队放假的话 我会飞过去看你 以后呢 有时间呢 我会多陪你 没时间呢 我尽量抽时间多陪你 这是足球的一个加油的手势 我希望他能为了我爱上足球 我们俩能互相相爱 谢谢 他们两个也获得了 一粒果汁优酸乳提供的 夏威夷甜蜜浪漫之旅 再次祝福他们 《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来过很多职业运动员 翻船翻板的 羽毛球的 基建的 射击的 现在有足球的 我们《非诚勿扰》的舞台 愿意向更多的运动队 优秀的运动员们开放 希望他们都能来到这个舞台上 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祝福他们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贾邵荀 来自上海 32岁 贾邵荀 欢迎你 看看场上24个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24位女生对贾邵荀 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5号 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少大了 几岁 32 32 我觉得你的发型 可能让你觉得有点偏年龄大 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 我喜欢阳光型的 我们来看她的基本资料 各位嘉宾好 我是贾邵荀 来自黑龙江 在上海读了本科硕士 然后中间回到了东北读的博士 那么机缘巧合 又回到了上海做的博士后 那么现在呢 这一家上司公司做法务的经理 那博士后 其实在工作中 在我看来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大家会理所当然认为 博士后就应该有一个高能力 那在实践中 因为博士后恰恰是从事理论多年了 那么在实践中 如果他没有很好 达到大家预期之后 大家往往会对博士后 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心理落差 大家会反而认为 博士后就是舒逃死 那么其实这两种 我觉得都是不对的 大家的心态应该放平 博士后本身也是人 我们《非诚勿扰》的男嘉宾当中 好像博士已经有不少了 但博士后您是第一位 谢谢 迄今为止学历最高的男嘉宾 把博士念完了还不甘心 还念博士后 我们刚才下去一个职业运动员 变成了教练员 现在又上了一个博士后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儿男嘉宾品种丰富 必有一款适合你 随便你喜欢什么样 1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有些人继续读书 可能就是为了逃避去工作 觉得可能压力太大 然后就觉得继续读啊读啊读 你也是这样吗 不是 我读书的话有一部分是 对我所从事的专业的一个热爱 以及对我导致的一个崇拜 10号 男嘉宾你是搞法律的是吗 对的是的 那以后要是你跟你老婆离婚了 你是会用法律的手段分财产 还是你会联系给他多分点 哎呀 我就知道一定会有女嘉宾问这个问题 会这样吗 我想应该不会 他可以请律师 他请的律师干不过你啊 干不过你 对 你比他厉害 你都博士后了 他找一个高中生当律师的 其实我是想说了 我是想说了 首先我肯定是不希望这种状态的发生了 那第二点如果真要发生的话 我还是建议就说大家双方协议 或者说他主动拿去所有就好 你以为我向你老婆给他 超女性的 20号 你有一个很奇怪的可能是个人特点吧 刚刚1号男嘉宾 1号女嘉宾和10号女嘉宾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回答的时候都没有证实他们 可能是职业习惯 在法庭上不看对方律师 我藐视你 我直接看着法官马上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看 这个喜唐呢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同学结婚时发的 现在看得我真是心如刀割 因为红包我已经不知道谁说多少分了 我要赶快结婚 把他们落回来 我恋爱过两次嘛 一次是在本科的时候 一次是在博士的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两人分手 原因很简单 也很老套 那么就是双方志向不合 那么第二次呢 可能会显得更加老套 双方性格不合 我心目中的那小女性呢 因为她有一份自己的 独立的 肯定的工作 不是完全的那种 纯的家庭主妇 学历只要大专以上就可以了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偏好 就是喜欢大眼睛的女生 因为我觉得我眼睛小 我希望找个大的 可以改良一下记忆 大眼睛的7号 我们这个台上女嘉宾化完妆之后 眼睛都挺大的 化完妆眼睛都挺大 你告诉我化妆之前 眼睛谁最小你告诉我 也都不小 那个就是你说 你找一个大眼睛的女生 可是你眼睛小 以后生一孩子随了你 那大眼睛彻底浪费了怎么办 就没办法了 11号 男嘉宾这边 你喜欢大眼睛的女生 我们台上有一个超大眼睛的女生 就是3号 2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大家都会觉得你是博士后 你应该什么都懂 那这时候你如何去缓解 这样的一个压力呢 我是想说您问的这个问题是工作上的 还是生活上的 我觉得无所不在吧 那我只能说的话 在专业上我有自信 然后我也会努力地提高我的专业技能 在生活上我跟大家没有什么不同 多年来的法学教育 已经让我养成了思维的严谨性 逻辑性 会让我在日常的工作中 让自己的话语体系变得严密 不屑可击 滴水不漏 各位不要被那严肃的外表 跟这个严肃的专业所欺骗 它是一个私底下 可以让各位很快乐 沟通很愉快的一个男人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男人 他每次在看这些法条 看这些文件 他总是能够找出在文字上里面的一些漏洞 那这方面呢 我觉得对各位女嘉宾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因为细心的男人 就是一个会照顾人的男人 14号留灯时间很长 最后灭灯的原因是 我看完了我们这位男嘉宾的所有的介绍以后 其实我觉得他人真的非常不错 而且我想他肯定 刚刚他朋友介绍到 他在生活当中的话 可能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人 我的生活 都是从事跟艺术有关的东西 可能我们会很少有共同话题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 非常好的女生 谢谢 好 很厉害 再见 可能各位女嘉宾对博士后有这某种的误解 认为博士后就代表了严肃 刻板 那其实我私底下是一个非常幽默 活泼的人 我的心中女生是5号 很遗憾她在第一轮就把我等等灭了 她对我的发型提出了质疑 其实我是为了来到《非诚勿扰》 然后你的这个发型 虽然这次来到《非诚勿扰》 并未牵手成功 但是我并不遗憾 电视机前的女生有欣赏我的 可以联系我 谢谢大家 谢谢《非诚勿扰》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关于24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可以拿起手机编辑8193 加女嘉宾编号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直接登陆布布告音乐手机《非诚勿扰》的 官方网站给她们留言 但是我们最希望的 还是你们能够通过各种报名方式 来到节目现场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在全国的观众面前 展示你们的风采 节目最后感谢布布告音乐手机 感谢伊利果汁油酸乳 感谢奥康协业对我们节目的赞助 也要感谢